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星期的成交量都相当之高 用2019来做比较 现在的需求量超过2019 但是市场的供应量却是低于2019 比如说整个五月份 Douglas Elyman的Report 签约数量723套 低于2019 2021 2022 今年只有700多套 其他的每一年都是900多套 也就是说市场上的库存量其实是减少了 对 防原量是少了 防原量相对少 不管是二手房楼盘少 还有新楼盘 New Development 咱们今天是给观众介绍 马上有哪些新楼盘出来 对吧 那就我们就focus在这个New Development New Development的供应量也是少的 但是需求也是增高 这就是一个我们大体大家需要了解的 到底在有什么状况 为什么我去和开发商谈价钱 我谈不下价钱来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中位数230万 New Development 五月份的中位数230万 中间值持价2129 这个数字就是很说明问题 对去年同期是增加了29%的 那你就说明说 无论是新楼盘还是二手楼盘 这个因为它的库存供应量比较少 但是实际上需求现在还在不断的增高 所以它的价格还是保持非常坚挺 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在这个新楼盘里面 其实保持的是非常稳定 在高端楼盘里面也是保持的比较稳定 所以签约数量最高的就是 100万到400万之间的这一批 是占据的更高的更大的比例 那么今年呢 更明显的一点就是 10 million以上的 20 million以上的签约数字 比前几年全高 哇 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市场是很strong 很weir的 大家每天看房的这个activity 还是非常之多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回到说 那到底现在有哪一些新楼盘 在市场上出现 而值得介绍 那么第一个我想说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 在东河边 又有一栋新的很显木的 这样的一栋楼盘 树立起来 那么 东河的这一栋楼盘 确实是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special Sutton Tower Sutton Tower 我看着这个大楼 就是在58街建起来 因为我公司在57街 Madison 一直非常期待 因为是著名的明星建筑设计师 Thomas Johansson Johansson他所做的建筑设计 和室内设计 那么他是来自北欧的建筑师 所以他的建筑的风格 和室内设计的风格 就会有一种极简美 建筑在城市之中的理念 然后呢 Sutton Tower 邀请我去做他的opening 开业酒会 所以我非常有幸地去参加了 80层120套 你进去看了之后 那就叫 就是两个字叫经验 经验在什么呢 它的品质 就是我进去一看楼盘 第一眼看 它的品质 让我就觉得 high quality 高端高品质 非常的喜欢 就是我看过之后 我开始说 I really love it Sutton Place非常有名的是 过去在50年代 60年代左右都是 比如说被域名 被域名的故居 就居居在这里 对 Eleven Sutton Place 那么联合国秘书长 很多名人 中国更熟悉的 金与锡 这些中国的 这个华裔的一些 经营代表们 我们的偶像们 都是居住在这里的 它是最早的 这种贵族区 你说在Sutton Place 全部都是低楼 没有高楼层 它是高高的移动 像灯塔一样 在夜晚 就矗立在那里 它的景观就是 你可以从哪里 你可以从东河 一直到大西洋 你可以最南端 最南端 一直到 George Washington Bridge 当然你一定要在 最高层的 高层上面 Pan House 可以看得到 低层的景观 也非常的好 而里面的室内设计 更是那种极简美 达到一种极致的境界 而且全新楼盘 大楼的会所也非常好 游泳池 健身房 这都是必备的了 那么 它的地理位置 有些人觉得 它有点远 有点偏 但是你的远和偏 是一个相对概念 不是一个绝对概念 曼哈顿本身就 本身就不大 本身就不大 对吧 你多走两条街 多走两个block 其实是没有段距离的 所以这种的 就是越好的品质 它越是精品 越是有收藏的价值 依居是两百万起 所以我们从东河 现在我们要移到西边了 哈特逊河这边来看看 我们先从上面开始 在103街和Broway 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最近也出了一个新的楼 这个新的楼来说 应该也是很受瞩目的 因为大家会觉得 去哥伦比亚大学很精 对不对 对 你所说的这一套 就是Rockwell Condominium 那么它的一出现 其实就是应该在 我的期待之中的 因为它的开发上是 Tow Brothers Tow Brothers在曼哈顿呢 有很多精致的小楼盘 他所处的这个街道上 就是美国很有名的艺术家 Norman Rockwell 就出生在这里 所以这个楼盘 是以他来的命运 对 所以Norman Rockwell 出生就注定了 是有艺术家的灵魂 那么这个楼盘呢 取之为名 里面也注了很多的艺术的 这些气息和元素 加上 Tow Brothers 这个老牌开发商 他建的规模永远都是 十几层 八十几套 就是这是他的这种品格和风格 这个location一出来 我就觉得非常好 因为他不仅是说 在中央公园和这个 Riverside Park之前 而且还在Broadway 然后再往北边 更有长春藤 哥伦比亚 因为很多哥伦比亚的学生 或者是家长在购房 不想太北 也不想太远 所以他刚刚好 预计明年开始交房 他的房子的这个 一居室到三居室定价 我也看了非常合理 1700 1800 1900左右 每瓶尺 因为他没有把自己放在说 我是在我这个当堂 正中心 我2500一尺 3000一尺 他的一居室 就是定位 还是定位的 非常的精准的 同时他的设计 也比较美 让他在Broadway 103的这个Corner 这种砖石和这个 铜的乡边的建筑 很多公寓 还有私家的露台 他的会所 一直都非常的好 Tow Brothers出品 对 如果再往南边走 下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路口 就是上西城的96街 那个也是一个交通的枢纽 在这个地方也有一栋 新楼盘出现 这一栋 就是250号 West 96 Condominium 这个是有到130套 130多层 它在Broadway和96街的中间 就是这个Corner 这个Corner 这地理位置 绝对也是上西区的黄金地理位置 黄金地理位置 他的建筑师设计师是 Thomas Johansson 就是Thomas Johansson 就是Thomas Johansson 对 同一个建筑师设计师 明星建筑设计师 这个楼的里面的 所有的这种风格 玻璃 但是它中间镶嵌包边的 都是石灰盐 石灰盐和铜包边的 就是非常的氧气 很多公寓也有自己的天台 它的会所也非常的好 还有游泳池 游泳池 就是很多楼盘会有健身房 这些所有其他的 但是不是所有楼盘都会有游泳池 但它的这个户型 这好130多套 它游泳池就非常好 地理位置也是很好很好 因为你出门坐二三线 对 很快就到Wall Street了 是的 你就很快就到Wall Street 对对对 而且二三线刚好是快线 对 而且它也是出在Riverside Park 和Central Park Central Park之间 对 那么其实就是这个 你能喜欢住在上西区的人 他会有一个这样一幅画面 一幅场景在他的脑海中 小酒馆 面包店 都隐藏在街道里面 然后出门就是中央公园 就你所有想要的生活 你在去河边Riverside 跑步 骑车 公园里面 嬉戏 This is the perfect 上西区的生活的场景 它的尺架是稍稍高于 稍稍高于Rockwell 因为它是在往南边 再往南下面一点点 所以大概在2100左右 2100左右上下的尺架 这正好比较适合 这个五月份的平均尺架 New Development 是 好 所以我也比较推荐这个楼盘 对 那下一个楼盘 我们又要往南边走了 而且这个楼盘呢 我们似乎曾经有介绍过 但它现在这个名气非常大 而且最近是在热销当中 这个就是One High Line 它原来名字是XI XI是几年之前呢 当初是非常热销和火热的楼盘 但是因为疫情 因为疫情前任开发商 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 出现了很多的一些状况 所以经过几年的 一个重新的整合 一个重新的整合 现任开发商 是曼哈德斯非常有名的开发商 Wikhoff 地址也变换了 但是它整个这种风格是没有变的 整个的气势 它的设计 包括它的东座和西座里面的 这个法国建筑师和美国建筑师 它里面的风格是没有变的 因为它里面的风格就是 真的是高大上 真的是高大上 但你觉得它非常的大气 洋气 不俗气 而且还有个无限开阔的景观 它下面开两栋楼 下面是有一个私家车道 你从十八街开进来 私家车道 所以很多明星明流们 或些明人们都会喜欢这一种 它就会有私密性 私密感 对 而且无限开阔的合景 我们多次介绍过 高线公园 是全球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 和开发商 这个竞赛的一个舞台 大家都想把最好的作品 留在高线公园的沿线 那现在高线公园逐渐的开发 这种大型的地块 很好的地块 其实已经非常稀缺了 而One Highlight这种楼 拿到了最好的地块资源 对不对 而且它离Charlesey Market 就斜对面一条街就是了 然后现在小岛公园 也在它的对面 你看它被很多的一些 非常有特色的 人们向往的这样的去处 所包围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以后 那个地方的生活的品味 品质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它一开盘 现在的销售非常好 上个星期的豪宅之中 32号豪宅签约 No.1就是One Highlight的 其中一套盆盘 3,000万 那么现在一居室也比较好 八九百尺的一居室 230多万开始起 所以这个就是 现在大家非常瞩目的 One Highlight 但是要往下走 我们就走到了Tribeka这个区域 这个传统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好区域 而且一向那个房价很贵 这里面现在在哈德逊旁 也有一个新的公寓出来 这个新的公寓出来来说的话 你真的要好好介绍 因为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452 Washington Street 它是从出租大楼翻新过来的 十几层十六层 170多套 是瑞联集团Related Related集团的 在Tribeka河边的高端出租公寓 它这种翻新就有它的这个存在 不可改变的一些因素 所以为什么它的价位相对来说 也比较受欢迎 因为你不可能说我不是全新的 我还要收到你全新的价位 那么另外一点呢 它不是Condominium 它是它自己所说的叫Condop 你是没有这个产权和地契的 但是呢 它会给你灵活的购买销售和出租的 和Condop一样 就是你有自由 你今天买了明天可以帮市场出租 后天你的租客来大楼不需要interview 你将来卖也不需要interview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所有 所有全形式是怎么样那种形式 所以为什么它 而且靠近靠河边 靠河边 你想象着阳光绿地河流 对 就是这种水井 水井 你出门就是哈德逊河 就是完美的这个场景 它销售的非常好 当然瑞联 开发商是平台之一 对吧 它的这个conversion的这个architect品质 也是非常好 有保障 有保障 对 然后地理位置 大家都要在Tribeca 所以你总要 Tribeca 水边 那个地方很多名流明星都住在那个附近 它的前后左右全部都是 它全部都是名流 因为它挨着的往南的一栋 就是70 West Street West Street就是瑞联和这个Robert A.M. Stern的 这个Tribeca的最高端的楼盘 对 是吧 最高的楼盘 最高品质 它是全新全新建的 那它它卖的价位 你四五零肯定是卖不到的 所以就看 What do you want 对 你要的是什么 它适合谁 对吧 大楼进去 庭院 有自己七千多尺的这个私家花园 对 两个塔楼之间 对 有一个像这种 对 然后还有这个 对 还有植被天台 有非常好的健身中心 你出门就是天然的这个 跑步骑车 所以就是个产品的多样性 对 以及它的定位 以及它的定位 如果讲起来四五零Washington 它其实和我们要介绍的最后一个楼 非常的相似 这个就在它下面的炮台公园城 现在又有一个conversion 翻新的一个楼盘 最近也是造成一个热销 这样的一个势头 非常的热销 是的 这就是炮台公园最北边 最北边210沃尔斯里 沃尔斯里的出来一条街 就是Tribeka 对 但是你这个 其实是在炮台公园的 它把这个楼盘呢 原来也是出租的 也是 也是rental building converting the economy conversion 新的全新的公寓 它是co-op 它也是co-op 那么和这四五零不同的呢 它是在这个Tribeka的co-op 它是在炮台公园的 co-op 就等于炮台公园的很多 其实买家是不大熟悉的 它是一个租地 它是一个land lease the land lease上面的一个co-op 但co-op它会给你也是很多 自由的购买销售出租的权利 那么它一出现 它的价位也是非常的好 对 这也是它热销的原因 为什么 因为Better Park City在这里 它就在你的最北端 北端最本的就是这个 Strivenson High School 出门一条街 就是Tribeka 你拥有最便利便捷的交通生活方式 然后公园水景 拥有everything 应该是马上的绿化 最高的一个社区 城市中的绿洲 城市中的绿洲 但是你要知道你是co-op 没有产权 第二个 你是在这个租地上面 所以你就是 它价位现在是比较好 现在是比较好 那么当你的律师 如果说你决定 我想选择它的一句实了 我选两句实 三句实 那你在你的律师 一定要很清楚地来 给你看大楼的offer and plan 售楼书 售楼书会给你解释很清楚 你要明白 你现在付的maintenance 都是包括什么的 它什么时候重新reassess reassess之后 什么时候到期 到期之后如何续约 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平衡 它价格低 它也许它maintenance的费用 就会高一些 因为它包括了一个租地的费 就是你在买的时候 你要自己做一个群衡 你现在买进来 你看一卧的这个平均的价格 85万到90万 就可以买到一卧的单元 对啊 在高层的最高层的那个 它也是只有一百万出头 所以它确实是很吸引人 因为很多家庭需要 很多家庭就喜欢这个区域 这种价位你是买不到 是 那边的小学 初中 高中 是的 所以为什么 它把楼叫 Tribeca Green 我一听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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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Tribeca Green 这是Better Park City Green 或者BPC Green 但是它用这个名字就是来吸引你 但它确实很靠近Tribeca 就是一条街就Tribeca Really Smart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它的开发商瑞联 Related 然后整个的Architect是Robert A.M. Stern 你进去看的厨房 你看这就是Robert A.M. Stern的厨房 你看这么多年 每天就卖他们这些楼盘 瑞联的这些楼盘 和Robert A.M. Stern的厨房 你进去看 这就是它的风格 但是它有一点 因为不是全新建大楼 它的层高也不是说 对 也不是说很高很高 也是到了一个OK的标准 但如果你到了喜欢那个转换层 那转换层层高就很高了 10尺啊11尺 那就是perfect完美的 所以把我的product 我的产品介绍给我们的观众 那你知道有什么选择 但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resale 对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聊起 这个新楼盘 我们介绍了六个风格 不同的 在不同区域的这个新楼盘 真是滔滔不绝 如果要说下去 真的要很多可以介绍 值得说 所以很多的观众 遇你为是纽约的新楼盘的百科悬书 Thank you 真的是 是的 是的 曼哈顿你每天生活在这里面 工作在这里 你每天看房子 卖房子 对不对 你要知道你的产品是哪一些 每一个产品不同的特色 和不同的文化 和不同的风格 你要知道 所以你才能够对号入座 因为买家 买家是来自全世界的 对 他是看所有的 对 而且需求都不同 需求不同 对 所以你的这个knowledge 你对市场的 你的理解 和客人的理解 也是比较重要 是的 对 而且我刚刚知道 在刚刚过去的五月份 是亚太义传统月 而你们Douglas Element 作为全美最大的房地产公司 为了庆祝亚太义的传统月 专门选择了一些亚裔的经纪人 作为一个表彰 而你是作为唯一的一个华裔的经纪人 在这个采访的名单中 所以真的要祝贺你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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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非常的荣幸 这次能收获如此高的荣誉 这也是Douglas Element 第一次选出代表 亚太义有太义 有韩义 对 有越义 还有ABC 所以在全美的七千年的经纪中 对选了几名出来 我是非常的荣幸 对 因为Douglas Element 他确实来讲 作为一个最大的经纪公司 他要面对全球的买家 各个族裔的买家 各个族裔的经纪人 所以他也非常重视这种多元文化的 这样一种传承和这种发扬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说 你作为一个唯一的华裔代表 被选中来做一个采访 那肯定他是看中了你身上的某种特质 当我在和Douglas Element 所有的经纪员工 整个分享的时候 和包括我现在和我们观众分享的 也是一样 今天非常幸运 但是Lucky 幸运 你是怎么诠释它 Timing 天时 Right place 地利 The people 人和 三点 天时地利人和 是你所创造出来的 第四点 The right skill set 你有精湛的 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 第五点 Awareness of your opportunity 你对这种机会的意识感 你有没有把握住 会不会把握住 不知道这是 你缺一不可 所以说Lucky Lucky不是说 我就坐在这里等着天上掉馅饼 天时地利人和弄 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你有这样的专业知识 这样的技能 你有这样的口碑 然后你有这种敏锐度 这一切才会让你是Lucky的 幸运的 我在中国成长 中国 然后在瑞士受教育 然后在美国纽约 曼哈顿发展 所以我的成长和教育 和发展的整个的一些 这个背景在同行业中 比较不同 比较亚洲 欧洲 美洲 所以本身的这种 就包含了多元性的 knowledge 和你的experience 经验和经历和见识 加上咱们都是中华传统 中华传统 咱们最大的传统就是 努力 你的付出和牺牲 但你的这种付出牺牲 你不是为任何人做的 你所有的付出 最终的受益人 都是自己 我们在这里 打拼生活 享受 这一切 其实是一场 你个人的一种修行 和任何人无关 即使你在这个 纷扰的城市 喧喧闹闹的城市 而且这不是一条 很容易的路 是一条悲心交集的路 路的尽头 一定会有礼仪 你在大都市 生活 你在纽约 曼哈顿地产 你的客户不仅仅是亚裔客户 你是来自全世界的 你代表卖家 买家 你代表不同的房主 租客 所以你对不同的族裔 多元化 你要一 要包容 第二 你要理解 第三 你能够和他们深入沟通 和交流 你对他们的文化 有尊重 有理解 所以 懂得两种语言 只是一个基本 你懂得两种文化 才能真的是 让你在纽约的地产界 能够如鱼得水的一个金钥匙 是 说得太好了 对 非常谢谢朱莉亚 也祝您未来在您的事业上 更上一层楼 谢谢 谢谢陈东 谢谢